所以剛剛的動作我又把它錄下來 你細節錄不太清楚可以再看一下 因為畢竟各位對於右邊這一邊的區塊 可能不太熟悉 它的介面裡面包含哪些 你可能不太熟悉 不過暫時不熟悉沒關係 至少你要能夠先找到關鍵字 第一個的話是Network 那有些的Chrome版本可能是中文的 也許它顯示是叫網路 OK 如果你是中文版的話 因為我看過好像有些地方 看到的版本是中文的 那它也許就是用中文顯示 那這個Elements 它裡面的元素 然後Network 然後如果當它送出的時候 它這邊底下會有狀態 這個狀態的話就是說到底 實體網路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跟這個主機之間溝通了什麼東西 那它會有一些紀錄 有點像是Log的方式 顯示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這邊就是按下這邊按送出這邊就動作 那我主要是要觀察這一支程式 這支程式叫什麼 叫Daily FX RAN OK 應該就是每天的那個什麼 就是外匯的這個資料 OK 它會有一個互動 你按送出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如果沒有你可能要往上找 你會發現它其實 一個網頁跟主機上面的動作其實還相當多 你會發現這個JS就是JavaScript 有沒有 那底下還有圖等等 那個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主要的重點是這一個 Daily FX 所以你要點它一下 點它之後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Payload OK 理論上應該就會有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再看看是不是哪個動作有錯誤 那它底下有很多訊息 不過這些如果你不想知道 暫時大概 最重要就是這個Payload Payload的話就是它傳什麼參數 OK 那主要是這個名稱 後面帶的什麼參數 如果你假設你後面這個參數你自己會下 沒關係你就是把這個複製過去 到VBA之後 然後加個等號 等於後面 再把這個複製過去 再加個等號 這樣就出來了 所以剛剛的程式部分 你只要不要打錯程式的話 理論上這邊應該就會看到的結果 這個我先關一下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最終的結果是 這個是剛剛第一個參數 等號後面可以自己打 AND 關鍵地方 AND 第二個參數 然後它的第二個參數貼過來 然後等於後面它的日期 那只要這個參數帶的這個資料沒有錯誤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會正確啦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一個地方錯都不行 哪怕你是多個空白 你可能多個空白也許 也有可能會出錯啦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這樣的方式 然後資料按下執行它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覺得說這樣其實還蠻不錯的 只是說我如果要換一個時間 比如說我想要查 那爬的資料 如果每一次我要改的話 我都要改那個什麼 改這個開頭時間 有沒有 跟改結束時間 那我是不是說我這兩個我可以把它變兩個變數 然後將來我可以讓它填進去 那我想要查哪個區間 我只要輸入開始時間 再輸入結束時間 那我不是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了嗎 那這樣 哇這樣很方便耶對不對 OK 以後的話我只要輸入條件 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然後圖馬上畫出來 哇這太方便了 所以很多地方其實說真的 工作裡面如果你都有系統 人家跟你要什麼你馬上就有了 但如果你沒有系統的話 你就要再來一次 OK 再來一次就忙碌了 OK 所以有的時候是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每個人工作內容 可以思考全部把它程式化 大大的檢後要什麼馬上有什麼 感覺其實也滿有成就感的 這一點我倒在很多學生身上 看到他們的成就 他們覺得哇太棒了 所以常常跟我分享說 老實我跟妳講 每天我做的事情 我都已經把它系統化了 不知道Key什麼條件 資料就帶出來 然後我們老闆要什麼 我馬上可以給他 OK 他覺得老闆越來越依賴他了 但是他也不能讓老闆太知道說 他怎麼會這麼有系統 OK 所以他有時候好像還要再裝忙一下 也不能太快 因為他不然老闆會覺得很習慣 OK 就變冠老闆了 那 不過至少他會覺得自己工作起來 滿愉快的一件事 我覺得工作如果可以愉快的話 那相對的當然又一個正向的 而且他會看到每天工作就是很有希望 然後很有動力 覺得每天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新的東西 但我滿好的 所以未來如果你工作上面 如果可以把學以置用 你會覺得滿開心的 不過因為現在你們還沒有到職場上去工作 所以建議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企業實習 這是很好的機會 或甚至你可以跟你的父母親詢問一下 你會發現他們應該有很多這方面的需求 順便你還可以幫他一下 OK 最後我們來改一下 如果希望改這兩個條件 所以也就是說 那怎麼改最簡單 如果最好是我今天填八月到九月好了 那我怎麼樣填這個跟這個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一個自串 那怎麼樣從外部取得一個自串最簡單 第一個我們可以從上面再加兩個變數 一個叫X好了 X等於什麼 那最簡單的方法 不用寫任何太多的畫面 它理論上你也可以畫一個表單 然後讓人家填 類似像剛剛網頁上面那個表單 可是那有點複雜 我們用簡單一點 在VPA裡面有一個叫Input Box 在Input Box就跳一個訊息方塊 裡面可以填資料的 然後錢瓜糊 然後你可以跟他講說 請填入那個什麼開始時間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寫一個了 這字有點多 OK 那就類似像這樣子 Input Box 然後請輸入查詢開始時間冒號 然後再一個Y 所以如果我今天一個X 有沒有 請就在這個裡面 加上請輸入查詢開始時間 有沒有 填完之後的話 我就把這個參數放在X 然後第二個請輸入結束時間 然後就放在Y 所以我可以把X放在這裡 OK 所以放的方式跟前面放I很像 就是先選你要的日期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X就可以了 並且把and的符號 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X就放進來了 好 有沒有 請輸入開始時間 然後結束時間你會發現 因為剛好尾巴就是雙引號 所以它在最右邊了 所以你不需要像剛剛那個方法 你直接怎麼樣 delete掉之後 移到外面 空一格加and 加一個空一格加一個y就可以了 因為它剛好就在 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你就直接加一個andy就可以了 OK 這個可能同學會比較有多問題 不過你們慢慢體會一下 它就串在右邊就對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的話變成說 你要修改日期 你變成要程式改 但現在如果加一個invbox的話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然後怎麼跳出 這個叫invbox 請輸入什麼 開始時間 有沒有 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把它填到這邊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8月份好了 2022年的 8月的話就是 8月斜線吧 1號好了 應該不用加0 是應該OK 然後2022年的1月8號 按確定 第一個開始時間 幫我下載到9月好了 2022年的9月30 好 這樣的話 它變成傳第一個傳第二個 然後分別塞到剛剛兩個參數的後面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得到結果 如果OK的話 有沒有看到8月1號 Ctrl向下 9月30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了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接著 所以像我們把全部折線圖再刪掉 再全部一下 還是漲耶 這其實你可以觀察 每個月每個月每個月 那對於日幣的話呢 日幣也差不多耶 其實我感覺好像我們都跟著日幣一樣 所以日幣漲一點 我們也漲一點 所以我們央行總裁是滿老實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不是升值最多的 我們也不是貶值最多的 反正我們就是中間就好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你可以再觀察一下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理論上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請你在剛剛的那個程式 上面再加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假設叫X 一個變數假設叫Y 然後並且把取得的日期 串在剛剛的Post-Test的後面 這樣的話就可以做出動態了 OK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想要觀察 哪一個時間的匯率變化 哇 那就真的超方便的 但是最後呢 就有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雖然很方便 但是我希望 這個匯率的這個圖 其實有點太長了 我希望不要那麼長 我希望可不可以放兩個 像現在是縱向一串就十個 一直往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到十 他是希望說 老師可不可以這樣 你不要一次就一直往下十 你可不可以這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是說呢 兩個兩個 那不是一次就到十個了 那怎麼做 所以你們可以想想看 比如說這個美元放這邊 那把它變一半 本來我們好像寬度是十 那我把它寬度變五就好了 那右邊的部分 就塞一個人民幣 也就是說本來應該放十個的 那十列 那現在的話就把它改成五列就好了 但是會變成左右各兩個 左右各一個 就等於兩個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也許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這個圖再改變一下 試一下